乔治亚州被认为是继纽约新泽西之后的第二批新冠疫情重灾区 目前已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达到15000人 其中令人担心的是有60多家养老院受到感染 陈总你这个疫情给我们养老院给我们老年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冲击 你能谈一谈现在养老院的情况吗 是这样的养老院呢它整个是密闭的中央空调 就相当于一个路上的这个游轮一样 那么老人都在里面他们的身体都很脆弱 一般感染以后的话这个养老院的老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一般达到30%以上 一般达到50% 说这个政府重视 说州长专门发布命令 说养老院凡是感染一定要用军队入住 每家养老院都有国民警卫队 就是用军队入住 再配合五六个警察 那么禁止任何人呢 就是一些无关的人员随便进入养老院 说这个政府也很重视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要与军队配合警察一起的管理养老院 全州以60多家养老院已经感染了 今后就是咱们负责的那些养老院 你对下面的管理有什么新的一些想法吗 现在所有的养老院呢 现在都是发出了通知家属不能到养老院来探访他们的亲人 然后呢所有的其他的供货单位 比如vendors deliver货货的话全部到门外不允许进来 而我们的员工每天上班 那么到走到大门口一定要测温度 要手部和面部消毒 要戴上手套 然后穿上鞋套 才允许进养老院 这是我们目前采取的基本的措施 现在呢就是自从采取措施以后应该效果还是比较好 自从上上州以后 那么养老院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在两周以前达到了感染有60多家 那么最近两基本上没有新的感染 说说呢在州长的这个号召下 由于军队的入驻 那么给大家养老院有很大的震撼 那么说大家呢 现在纷纷采取比较连格的这样一个防卫措施 目前养老院的感染情况得到了有效控制